在南東三区跟麥莎一年一度 野狀活動在9月9月5號的新大營營 現時有親很多民眾在來參加 透過野狀活動 不然是可以了解西拉雅的文化 當時也感受到做人對阿里埔的牽涉 他們最大希望就是 西拉雅減苗運動可以順利成功 現在看到很多民眾是來到現場 因為今天一年一度的野狀 今天營營 後來看到很多民眾是來到這次 而且為黑暗的黑夜狀做準備 已經在二十多年的野狀是西拉雅重要的傳統祭典 所以因為過去的時空背景比漢化 文化和議員漸漸消失 為了要進出國家隊招募的領導 長期以來他們努力進行文化 希望能夠招勵自己的證明 我們台南市政府原住民族委員會 已經正式成立了 我們聯明會在成立之後 我們一直以前會跟我們西拉雅的族人站在一起 我們希望雖然在正名的路上 我們還最後一里路 但是台南市政府絕對不會缺席 那麼在附贈文化上面 我們也跟西拉雅的族群人站在一起 手牽手我們共同邁進更新的一個里程碑 拜登康群的議事由5月10點開始 將西拉雅學長代表識 白色的部閉在大廣街頭前提醒 領導致進行5月10點的意識 規定性性重演 西拉雅族的文化能夠保存下來 我們能夠一起來努力 今天我覺得人有比去年來更多 我們很高興看到這個現象 也希望說藉著這個業績的活動 一步一步把西拉雅更多的文化發掘 我們將來也願意再投注更多的關懷 希望說讓整個這個西拉雅文化 最後能夠達到證明 北平南這條阿里佛的董儀 北老虎路 手牽手 手牽腳 要代表今年的雅座 完完結束 繼續阿里佛保備 給今年的運動 能夠順利成功 記者林嘉義 李晨宇 東三苦彩虹報道